这个男人被靠在大街上,围观的路人朝他投来了鄙夷的目光,是个人被如此围观,都会感到羞愧,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可了解了这个男人的故事后,或许也能在他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男人叫小五,自称是手艺人,他这个手艺的手,是爬手的手,在他的手臂上,闻了一个有难同当四个大字,他坐车从不买票,售票员让他买票,可他却撇了撇嘴说, 售票员知道他不是真警察,但看到他身上闻了身,知道不是好惹的主,也就没和他计较,可等售票员刚走,小五就把手伸进了临座的口袋,从他一副淡定的神情来看,就知道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作案了。 而此时正值改革春风吹满队,为了让老百姓能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分阳县城到处贴着督促罪犯自首的公告,所有人都期盼着不久的好日子,只有小五默默地挤出了人群,他抬头看了看刺眼的阳光,表情有些迷茫, 不知该如何跟上时代的脚步,当年和小五一起到北京行妾的兄弟,很多都已经金盆洗手,特别是小五的一个生死兄弟小勇,两人曾经带着几毛钱,从焚羊一路偷到了北京,如今小勇通过偷来的资本,做起了走私烟草,投资歌舞厅等等的生意,如今一跃成为全县有名的企业家,经常接受电视台的采访,而小五却依旧带着几个小徒弟,在干着老本行,虽然小五靠一头为生,但他却非常讲义气,这天朋友根生找到他,说邻居的钱包丢了, 钱不钱的倒无所谓,只是钱包里面的身份证很重要,补办时间太长,很耽误事情,小五二话不说,当天下午就把身份证给送来了,根生很感谢,并劝他赶紧金盆洗手,学学小勇做点买卖,如今人家在西门外又盖了一栋房子,小五打趣的说自己没那种脑袋,根生表示,如今只要胆大一点,看准了上座什么都比偷到强,就在两人说话间拆迁半的人来了,根生的药店即将被拆迁,陪同来的还有好警官,他和小五这些扒手, 打过很多次交道,也清楚小五的本性不坏,便好言相劝,并拿他和小勇对比,好警官还告诉他,小勇现在已经是劳模,明天人家就要结婚了,媳妇长得比倪萍还要好看,小勇诧异地问道, 说着,好警官就拿出了小勇结婚的请帖,看到请帖的小五气不打一处来,他去找其他朋友证实,果然,所有人都有收到请帖,就他没有,小五离开后,朋友赶忙给小勇打电话,让他和小五说一下比较好,毕竟两人的关系不一般,小勇一听,情绪十分激动,因为明天的婚宴会请来,很多客人,他们都知道小五是做什么的, 如果请小五来,那不是提醒其他人,他小勇以前也是当小偷的吗,这也是小勇不邀请小五的原因,此时的小五思索了一番后,准备到小勇这里问问为什么不给他请帖,可到了小勇家门口时,他却停下了脚步,看着门旁的青石砖上,刻着他和小勇比身高的印记,小五陷入了沉思,他没有踏进小勇的家门,他觉得小勇虽然不认他,但他不能不义,他们在来北京的时候,小五曾经向小勇承诺过,当小勇结婚的时候,他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送上六斤的份子钱,于是他到大街上,开始顶风作案,一个下午的时间,小五就收获颇风,之后他还会把到来的身份证寄回派出所,也算是道义有道,半晚时分,他来到根生这里,把所有到来的零钱换成了整的,根生看到这些钱很生气,斥责他不想活了,也不看看现在的形势,还要迎头往上赶,实在缺钱可以找他借,得知小五偷钱,是为了给小勇送礼,根生表示,这样做非常不值当, 但还是给他换了钱,虽然没有达到六斤,但这已经是小五能拿得出所有的钱了 随后,小五带着钱来到小勇家,曾经无话不谈的好兄弟,如今再次见面,气氛却无比尴尬,小五质问小勇,结婚为什么不告诉他,小勇说自己的婚礼不准备大办,叫的都是几个自家亲戚, 所以就没通知小五,小五冷笑道,好警官什么时候成了你家亲戚,吴胖子什么时候也是你家亲戚了,小五猛吸了一口烟说道 小五突然感觉到,不说脏话的小勇是真的变了,两人已经不是同一个阶级的人,尽管事先已经做了心理准备,但如今的小勇已经让他感到无比陌生 随即他把李前拍在桌上,便准备离开,可还没走两步,他又转过身,掀开小勇衣袖下的纹身 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憋着一肚子气的小五花了五十块,到歌厅找了一个舞女陪自己唱歌,舞女叫美美,一看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舞女,仅仅唱了几句跑调的歌,就把小五逗得开怀大笑 可当美美邀请小五一起唱时,小五却扭扭捏捏起来,作为底层人,别说唱歌了,小五就连听歌的机会都很少 但他也不好意思说不会,就板着个脸坐着,这可把美美难倒了,一个人唱多没意思,于是他也不唱了,小五花钱就是来听歌的,美美不唱,他就到老板娘那里投诉 老板,你也这个不信啊,要你瞧这是怎么了,不花我来聊干脱的,怎么会啊,你这来咱们大上海的哪个,不是玩的开心跳的潇洒,怎么就倒,不嘲,就要跳的不跳,怎么就倒,怎么就倒,这不可能啊,美美,这人家小五对你的服务可不满意,啊,我说,让他唱歌他不唱,我说跳舞吧,他也不跳,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小五也不想再听了 就掏出一百块 要结账走人 老板娘却说找不开 随手就把梅梅推了出去 两人走在路上 一个端着架子 一个被动加班 梅梅突然打趣的说 今天不该穿高跟鞋 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调侃小五个头矮 小五就不动声色的往台阶上走 这可把梅梅给逗乐了 但两人总是这样漫无目的地走 也很没劲 梅梅索性让小五陪她去给家里打电话 因为是打长途电话 每一分钟的话费都很贵 怕梅梅打电话说不清楚 小五还悄悄地关掉了一旁的电锯 梅梅给家里打电话 并没有说实话 梅梅说自己在北京学表演 很快就要跟一个大导演去拍戏 这一刻 小五从梅梅身上看到了自己 要不是因为生活所迫 谁会去干那些被人瞧不起的行当 等梅梅打完电话 小五不仅替她付了电话费 还带梅梅去做了一个头发 这一切梅梅都记在心里 临走前 她亲了小五一口 算是报答小五今天的善举 可这一吻 却让小五彻底沦陷了 一直苦瓜脸的她 也有了笑容 为了接近梅梅 她开始常去音像店门口 一句句学着里面怎么唱歌 等她再次来到歌厅找梅梅的时候 老板娘告诉她梅梅病了 今天梅来上班 于是她按照老板娘给的地址 找到了梅梅的住处 其实严格上来说 梅梅也不是真的病了 只是女人每个月都会有那么几天不舒服 可单纯的小五不知道 还用对待兄弟那一套关心梅梅 这鸣啊 那还有啥装的呀 那是鸣 堵的 堵的那一套面 来 休息一下 养着 不要 不要 梅梅说 现在要是有个热水袋就好了 小五二话不说 立马就跑去小卖部 买了一个热水袋回来 听梅梅说舒服多了 小五开心的就像个孩子 而梅梅也对这个看似神通广大的小五 产生了好感 她问小五是做什么的 哪来那么多钱 小五支支吾吾的说自己是手艺人 两人就这么互诉中常 关系也越发亲密 从这以后 她就成为了歌厅的老顾客 经常和小五在歌厅里嗨歌 为了方便联系 梅梅让小五买个呼机 她一有空就可以呼她 小五觉得这应该就是爱情吧 不仅买了呼机 还买了一枚金戒指 打算巩固两人的关系 可等她再次来到歌厅 却得知梅梅已经被一个梅老板接走了 小五不信 她来到梅梅的住处 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望着空荡荡的床铺 小五的内心五味杂陈 失去了友情 又失去了爱情 心灰意冷的她回到老家 把那枚金戒指送给了老妈 而老父亲则让她拿出五千块 用来给老二结婚用 小五对此本来就颇有怨言 隔天她就看到还喂过门的二嫂 手上戴着自己送给老母亲的戒指 看着父母明目张胆的偏心老二 气不打一处来的她去找老母亲理论 却被骂五蜜不孝 父亲听到争吵声 直接用擀面杖将小五打出了家门 本以为家庭可以是最后的疗伤之所 却成了伤心之地 回到城里后 她去找根生 可人家却忙着搬店 因为这里马上就要拆迁 根生根本没时间和她闲聊 失去友情 爱情 亲情的小五 像是个孤魂游荡在人间 其实她打心底是一个传统守旧的人 并不是非要做小偷 只是想要以此来向人们证明 我还没有变 变得是你们 不过这次她失守了 被警察打个正找 她身上的东西全被没收 可她很惦记传呼机里的信息 老好帮她看了一下 是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 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放小五被抓的新闻 被采访的人纷纷叫好 甚至连小五的徒弟也接受了采访 他在镜头面前痛视小五是害群之马 就应该抓起来 小五不明白 自己怎么就成了一个重盘亲离的人呢 此时她的传呼机又响了 老好看了一眼 终于等到挂念之人的回信 可小五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隔天在押送小五的时候 老好中途有事 就把小五考在路边 街上的行人冷漠地围向她 看着她 起初在自尊心的驱使下 她低着头眼神闪躲 可越来越多的人 却又令她无处躲闪 她只好冷漠地看向街上围住她的人群 或许这无声的讽刺压垮了她 或许这无情的目光会引燃她内心的斗志 或许她会因为找回尊严而走上正途 或许她将沦为监狱的一个囚徒 假张科的小五是一部讲述小人物的电影 小五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他有自己的梦想 但却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迷失了自我 他失去了友情 亲情 爱情 最后只能靠犯罪来维持生计 小五的经历代表了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困境 他们在时代变革中失去了方向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来生存 但却往往遭遇挫折和失败 假张科用独特的视角和悲悯的心态 将镜头对准了这些被主流社会忽视的小人物 他希望通过小五的故事 让观众看到这些人物的真实生活 并感受到他们的悲伤和无奈 小五的成功在于 他没有美化小五的犯罪行为 也没有批判他的道德品质 他只是客观地记录了他的经历 让观众自己去思考和判断 这部电影的意义在于 他让我们看到了小人物的真实存在 以及他们在时代变革中的困境 他也让我们反思 如何才能让这些小人物 获得尊严和幸福